就是这个 哇哦就是帅 好嘞 好了谢谢俊辉 那希望你今天让我们活动玩得开心 谢谢 再见 哇哦你们期待的人来了 赶快把他打到公屏上 哇哦 之前有咱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 一直期待的 看看是谁来了 哇哦 真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 是 真人 其实我下午呢 我们在喝咖啡 咖啡厅的时候 我们两个有一面之缘 是吧 就是他在后面聊事情 但是我们本来想 就是介绍一起认识一下 但是我说呢 我们期待晚上第一次见你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说真的 我看大家这么热烈热情 我也是蛮期待的 我也一直很期待 现在是我的红档现场 他又帅气 然后呢又会拍戏 又会唱歌 哇哦 有请有请 你好你好 来请坐 来我们赶快啊 把我们喜欢 真的你的小伙伴们 期待你 太多了 期待很秀 他们从可能七点多 就开始在这边 就在等 其实我在那边 尤其在補充的时候 我一直有听到下面的粉丝 那 那 所以我们下车开始 很感谢他们 那你先拿两个招呼好不好 对的 嗨 大家好 我是曾经的文静 卫俊 哇哦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 我啊 起码我都在很多这个媒体上都看到了 但是真人 我们长到真的是比媒体上更帅气 谢谢 真的 那我有几个问题啊 今天小小的采访一下 也是帮我们的粉丝和网友去问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你是童馨出身 对 是不是 很小的拍戏 儿童演员 就是艺术爱好者 对 也拿了很多奖 对不对 那这次呢 以演员身份出席 青年电影人时尚之夜 你觉得这个活动跟你网界参加的这些活动 很区别吗 呃 因为其实我有非常多的就是一个一个小的梦想 嗯 其实这一次很荣幸的这一次机会 得到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也算是我的一个新的开始吧 因为这个节目 能让喜欢我的人看到我新的一面 然后也等于是难得有一次回来的机会 把我的最近的能力是就是展现给爱我的人 是没有 真的太棒了 那我想知道最近啊 其实有关注到俊辉出演的新剧《独家童话》是不是 那电影方面有没有什么想尝试的 或者转型的一些角色什么 呃 其实对于我来说 比起转型的话 呃 我没那么忌口 对 没那么忌口 对 就是 大样 就是 因为小时候其实已经看过很多类型的电影 嗯 是我小时候的模式 所以我也很期待我长大过后 在拍电影的时候 会以一种怎么样新的面包展现给大家 所以我也很期待我的未来的那种生意 那我们大家也太期待了 我也期待一下 对 那我也知道啊 马上就要到你的生日了 生日了 对 让我们的朋友一起 就你是不是看到打的都很像啊 然后呃 呃 在今年的生日你有什么样的愿望 有意思 愿意给大家分享的愿望 呃 其实我 我的生日愿望就挺简单的 我是希望就是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幸福 对 就是 那你是为别人的愿望 自己有什么想的愿望 对 是吧 然后也希望啊 我们能在更多的国内的 尤其像演示 这种专业的场所能见到你 对 就不只是 呃 我个人也希望我 我有机会带着我的小伙伴们带着我的组织来 来我的故乡展现给大家 太期待了 对 然后在影视方面也好 还有在舞台上面也好 还有新的一年 其实 因为我有非常多新的展望 一点点 想做话给你们看 所以希望你们 再稍微等我一会儿 你们期不期待 你们这期待 就把这个期待打到公平上 让我们的文俊辉知道 你们有多期待他的新作品 好不好 然后我们也希望啊 因为时间真的很短暂 我也知道你们很想让俊辉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我也很想让俊辉在这儿留在这儿不要走 哈哈 但是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俊辉呢 还希望能跟更多行业内的人去交流 然后去认识更多优秀的 像创作者啊 导演啊 包括一些编剧 是不是 这也是今天我们请俊辉来的目的 由于俊辉呢 未来是希望更多的参与到 这些作品当中 那我们也期待啊 有更多的新作品面试 好不好 好的 那在这边我们打个高好不好 好的 呃 有口号出来的吗 呃 就自己发挥吧 啊 自我发挥吗 对 那我就用我的方式吧 好 呃 那我来仗给你 来 就是 呃 就是这个 哇 就是帅 好了 好了 谢谢俊辉 谢谢 那希望你们今天到我们活动玩的开心 谢谢 再见 谢谢 哇塞 你们 大家开心